大家好,我是田园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姜香饼的家常做法 首先准备300克面粉 然后少量多次的加入大约200毫升的开水 用筷子一直搅拌成这样的面絮状 再下手揉成一个偏软一些光滑的面团 盖上盖子,让它松弛10分钟 锅中烧油 油热后下入葱花、蒜片和姜片 炒至葱花变成焦褐色的时候把它们捞出来 然后加入一勺豆瓣酱、一勺黄豆酱、一勺辣椒油 把它们翻炒均匀 炒至起泡后盛出来备用 将面团移到面板上 直接擀成一张厚度约2毫米的长方形大饼 加入一勺食用油、两克五香粉 用刷子把它们涂抹均匀 再从一头慢慢卷起来 用刀切成三个大小均匀的小剂子 把小剂子揉远按扁 再擀成一张厚度约2毫米的饼皮 这样我们的生胚就做好了 垫饼称预热刷油 然后放入我们做好的生胚 表面再刷一层食用油防止水分的流失 盖上盖子,小火了3分钟左右 烙至微微鼓起后翻下面 加入一勺我们做好的酱料 用刷子给它们涂抹均匀 再撒一些白芝麻增香 最后撒入适量的葱花 我们的姜香饼就可以出锅啦 这样做出的姜香饼口感焦香酥脆 酱香味十足 比外面买的味道一点也不差 如果喜欢的话就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